金瓶梅 第五十八回 贪金莲 打狗商人 梦玉楼 周瓶魔镜 幽兔笑谈 制作 此曰 愁玄士 环似之 泪暗士 又偷低 称怒着丫头 强开怀 也只是恨怀千叠 叛则而机已盼了 望迟怎生变望的 又还以栏杆 是重听消息 话说 当日西门庆陪亲朋饮酒 吃得鸣鼎大醉 走入后边孙雪娥房里来 雪娥正顾灶上 看收拾家伙 听见西门庆往房里去 慌得两步坐一步走 先是玉大姐在她炕上坐的 一面窜多她往月娘房里和玉霄 小玉一处睡去了 原来孙雪娥也住着一名两岸三间房 一间床房 一间炕房 西门庆也有一年多没进她房中来 听见今日进来 连忙向前替西门庆接衣服 安顿中间椅子上坐的 一面开抹凉席 收拾铺床 熏香早聘 走来递茶 与西门庆吃了 搀扶上床 脱靴解带 打发安歇 一宿无话 到次日二十八 乃西门庆正生日 刚烧壁纸 只见韩道国后生 胡秀到了门首 下头口 左右秉执西门庆 就叫胡秀到厅上 磕头见了 问他货传在哪里 胡秀递上书账 说道 韩大叔在杭州 置了一万两银子断卷货物 见金子底林青超官 缺少税超银两 未成装载进城 西门庆看了书账 心内大喜 吩咐其同 看饭与胡秀吃了 叫他往乔亲家爹那里 见见去 就近来对吴月娘说 含火寄货传到了林青 使后生胡秀送书账上来 如今少不得把对门房子打扫 卸到那里 寻伙计收拾 开铺子发卖 月娘听了 就说 你上紧寻着 也不早了 西门庆道 如今等应二哥来 我就对他说 不一时 鹰伯爵来了 西门庆陪着他在厅上坐 就对他说 含火寄杭州货传到了 缺少个伙计发卖 伯爵就说 哥 恭喜 今日华诞的日子 货传道 绝增十倍之力 喜上加喜 哥若寻卖手 不打紧 我有一相识 却是富交子网的朋友 原是段子行卖手 连年运桌 闲在家中 今年才四十多岁 眼力看银水 是不消说 写算皆经 又会做买卖 此人性干 明润 自出身 现在石桥而相助 倒是自己房儿 西门庆道 若好 你明日叫他见我 正说着 只见李明 吴慧 正奉三个先来磕头 不一时 杂耍月宫都到了 乡房中打发吃饭 只见答应的结集 拿票来回话说 小的叫唱的 只有正爱乐而不到 他家宝子说 收拾了财带来 被王皇庆家人 拦往宅里唱去了 小的只叫了 齐香儿 董娇儿 红四儿三个 收拾了便来也 西门庆听见他不来 便道 胡说 怎地不来 便叫过正奉问 怎地你妹子 我这里叫他不来 果戏是被王皇庆家拦了去 那正奉跪下便道 小的另住 不知道 西门庆道 他说往王皇庆家 唱就罢了 赶量我拿不得来 便叫戴阿尔进前吩咐 你多带两个排军 就拿我个士生铁儿 到王皇庆家宅内 见你王二老爹 就说我这里请几位客吃酒 正爱悦而答应下两三日了 好歹放了他来 倘若推辞 连那宝子都与我锁了 蹲在门房尔里 这等可恶 一面叫正奉 你也跟了去 那正奉又不敢不去 走出外边来 央吉戴阿尔说道 安哥 你进去 我在外边等着吧 一定是王二老爹府里叫 怕不还没去里 有类安哥 若是没动身 看怎地将就叫他 好好的来吧 戴阿尔道 若果然往王家去了 等我拿铁儿讨去 若是在家藏着 你进去对他妈说 叫他快收拾一答而来 俺就替他回户 两句言语儿 爹就罢了 你每不知道他性格 他从下老爹宅里定下 你不来 他可知恼了理 这正奉一面 先往家中说去 戴安同两个排军 一名劫吉 也随后走来 且说 西门庆打发戴安去了 依向伯爵道 这个小淫妇儿 这等可恶 在别人家唱 我这里叫他不来 伯爵道 小杭货子 他小的什么 他还不知你的手段里 西门庆道 我导见他酒席上 说话而伶俐 叫他来唱两日是他 到这等可恶 伯爵道 哥今日捡这四个粉头 都是出类拔萃的价儿了 李明道 二爹 你还没见爱岳尔里 伯爵道 我同你爹在他家吃酒 他还晓李 这几年 倒没成见 不知出落得怎样的了 李明道 这小粉头子 虽顾好个身段儿 光是一味装饰 唱曲也会 怎生赶得上跪姐一半 爹这里是哪里 叫着赶不来 就是来了 亏了你 还是不知轻重 正说着 只见胡秀来回话道 小的到乔爹那边见了来了 伺候老爹事下 西门庆交陈静记 后边淘五十两银子 令书童写一封书 使了印色 拆一名节集 明日早起身 一同下去 与你超官上前老爹 叫他过睡之时 倾目一二 须于 陈静记取了一封银子 来交与胡秀 胡秀领了文书并睡帖 次日早同起身 不在话下 护听喝得道子响 平安来报 刘公公与薛公公来了 西门庆忙关带迎接至大厅 见碧礼术 请至卷棚内 宽去上盖蟒衣 上面设两张交椅坐下 英伯爵在下 与西门庆关系陪坐 薛内乡便问 此位是何人 西门庆道 去年老太监会过来 乃是学生固有应二哥 薛内乡道 却是那块耍笑的 英仙儿吗 英伯爵欠身道 老公公还记得 就是在下 须于 拿茶上来吃了 只见平安走来禀道 府里周爷 差人拿铁儿来说 今日还有一席 来迟些 叫老爹这里先坐 不须等吧 西门庆看了铁儿 便说 我知道了 薛内乡因问 西门大人 今日谁来迟 西门庆道 钟南轩那边还有一席 使人来说 休要等他 只怕来迟些 薛内乡道 寄来说 咱须着他席面就是 正说话间 王晶拿了两个铁儿进来 两位秀才来了 西门庆见铁儿上 一个是泥棚 一个是温碧谷 就知泥秀才举见了 铜窗棚又来了 连忙出来迎接 剑都穿着衣襟进来 且不看泥秀才 只见那温碧谷 年纪不上四旬 生得端庄 质朴 落腮胡 怡戎牵牙 举止温功 未知形藏如何 先观动静弱势 有几句单道他好 虽抱不羁之才 灌游非礼之地 功名蹭凳 豪杰之志已挥 家业凋零 浩然之气先丧 把文章道学 一并送还了孔夫子 将至君择民的事业 及容身险亲的心念 都撇在东洋大海 和官混俗 为其利欲事前 随方逐远 不以廉耻为重 额其官 搏其代 而眼底庞若无人 阔其论 高其谈 而胸中时无一物 三年较暗 而小考上难 岂望月桂之高攀 广作贤卑 顿时无闷 且作言学之隐香 西门庆让至听上叙离 美人帝书帕二世 与西门庆助手 交拜必 分宾主而坐 西门庆道 久仰温老先生大才 敢问尊号 温秀才道 学生见字日心 好奎轩 西门庆道 奎轩老先生 又问 贵响 何经 温秀才道 学生不才 辅学背数 初学一经 一向久仰大名 未敢敬拜 作因我这碧铜窗 尼贵言道 及老先生盛德 赶来登堂工业 西门庆道 成老先生先师 学生荣日奉拜 只因学生一个五官 粗俗不知文理 往来书简 无人代彼 前者 因在 毕童辽府上 会遇贵言老先生 甚是称道 老先生大才圣德 正欲 驱拜请教 不亦老先生下降 兼程后况 感激不尽 温秀才道 学生匪才博德 谬成过语 茶坝 西门庆让至卷棚内 有薛刘二老太监在座 薛内相道 请二位老先生宽衣进来 西门庆一面请宽了轻衣 请进里面 各训让在寺 方才一边一位 垂手坐下 正续谈间 吴大舅 饭千户到了 续礼坐定 不一时 戴安与同答应的和郑凤都来回话道 四个唱的都叫来了 西门庆问 可是王皇亲那里 戴安道 是王皇亲宅内教 还没起身 小的要拿他宝子蹲锁 他慌了 才上教 都一答而来了 西门庆急出道厅台机上站立 只见四个唱的一起进来 向西门庆磕下头去 那郑爱月儿穿着紫沙沙儿 白沙挑线裙子 腰枝鸟挪 犹如杨柳轻盈 花帽平平 好似芙蓉艳丽 正是 万种风流 无处买 千金良叶 时难消 西门庆 西门庆便向郑爱月儿道 我叫你 如何不来 这等可恶 赶量我拿不得你来 那郑爱月儿 磕了头起来 一声 而也不言语 笑着同众人 一直往后边去了 到后边 与月娘众人都磕了头 看见李贵姐 无银儿都在跟前 各到了万福 说道 你二位来得早 李贵姐道 我没两日没家去了 阴说 你四个怎地这咱才来 董娇儿道 都是月姐带累的 阿们来迟了 收拾下 只顾等着她 白不起身 郑爱月儿用善儿遮着脸 只是笑 不作声 月娘便问 这位大姐是谁家的 董娇儿道 娘不知道 她是正爱香儿的妹子 正爱月儿 才成人 还不上半年光景 月娘道 可到好个身段 说必 看茶吃了 一面放桌儿 摆茶与众人吃 潘金莲且接起她裙子 搓弄她的脚看 说道 你美这里边的样子 只是嫩直尖了 不像岸外边的样子瞧 岸外边尖底亭云 你里边的后根子大 月娘向大镜子道 天塌嫩好胜 问她怎地 一回又取下她头上 金鱼撇杖而来瞧 因问 你这样儿是哪里打的 正爱月儿道 是岸里边银匠打的 须于摆下茶 月娘便叫 贵姐 银姐 你陪她四个吃茶 不一时 六个唱的坐一处同吃了茶 李贵姐 吴银儿便向董娇儿四个说 你美来花园里走走 董娇儿道 等我美到后边走走就来 李贵姐和吴银儿 就跟着潘金莲 梦玉楼 出一门往花园中来 因有人在大卷棚内 就不乘过那边去 只在这边看了回花草 就往李贵儿房里 看官哥 官儿心中又有些不自在 睡梦中惊哭 吃不下奶去 李贵儿在屋里守着不出来 看见李贵姐 吴银儿和孟王楼 潘金莲进来 连忙让坐 贵姐问道 哥儿睡里 李贵儿道 她哭了这一日才睡下了 玉楼道 大娘说 请留婆子来看她看 你怎滴不识小私情去 李贵儿道 今日她滴好日子 明日请她去吧 正说话中间 只见四个唱的和西门大姐 小玉走来 大姐道 原来你每都在这里 却交往花园内寻你 玉楼道 花园内有人 咱们不好去的 瞧了瞧儿就来了 李贵姐问红四儿 你每四个在后边做什么 这半日才来 红四儿道 俺每在后边四娘房里吃茶来 潘金莲听了 望着玉楼 礼平而笑 问红四儿 谁对你说是四娘来 董娇儿道 她留俺每在房里吃茶 她每问来 还不成与你老人家磕头 不知娘是几娘 她便说 我是你四娘里 金莲道 没脸齿的小妇奴才 别人称你便好 谁家自己称是四娘来 这一家大小 谁心你 谁属你 谁叫你是四娘 汉子在屋里睡了一夜儿 得了些颜色儿 就开起染房来了 若不是大娘房里有她大镜子 她二娘房里有贵姐 你房里有杨姑奶奶 李大姐有银姐在这里 我那屋里有她攀姥姥 且轮不到往你那屋里去理 玉楼道 你还没成见礼 今日早晨起来 大发她爹往前便去了 在院子里呼张唤礼的 便那等花哨起来 金莲道 常言道 奴才不可逞 小孩儿不以哄 又问小玉 我听见你爹对你奶奶说 要替她寻丫头 说你爹昨日在她屋里 见她只顾收拾不了 应问她 那小淫妇就趁势而 对你爹说 我终日不得个闲收拾屋里 只好晚西来这屋里睡罢了 你爹说 不打紧 到明日对你娘说 寻一个丫头与你始变了 真个有此话 小玉道 我不晓得 敢是玉霄听见来 金莲向桂姐道 你爹不是俺个房里有人 等闲不往他后边去 漠不安美背地说他 本等他嘴头子不达食物 惯上犯人 安美急切不和他说话 正说着 秀春拿了茶上来 正吃尖 忽听 前遍鼓乐响动 京都监众人都到齐了 地酒上座 带安儿来叫四个唱的 就往前面去了 那日 乔大户没来 先是杂耍百戏 吹打弹唱 队伍才罢 做了个笑乐愿本 搁切上来 线头一道汤饭 只见任医官到了 官带着进来 西门庆迎接至厅上序里 任医官令左右 沾包内取出一方兽帕 二星白姬来 与西门庆拜寿 说道 昨日韩明川说 才知老先生华诞 数学生来迟 西门庆道 岂敢动劳车架 又兼谢圣仪 外日多谢妙药 彼此败臂 任医官还要拔斩 西门庆辞道 不消了 一面脱了大衣 与众人见过 就安在左手第四席 与吴大旧相近而坐 献上汤饭并手下传河 任医官谢了 令仆从领下去 四个唱的弹着乐器 在旁唱了一套授词 西门庆令上席分头第九 下边月宫乘上接铁 刘靴二内 相捡了寒香子渡 陈半街 声仙会杂句 才唱的一折 只见贺道之声渐进 平安进来禀道 守备府周爷来了 西门庆慌忙迎接 未成相见 就先请宽圣服 周守备道 我来要与四拳把一斩 薛内乡说道 周大人不消把斩 只见礼而罢 于是二人交败地 才与众人作一 左手第三席安下中柱 下边就是汤饭搁切上来 又是马上人两盘点心 两盘熟肉 两瓶酒 周守备卸了 另左右领下去 然后坐下 一面功筹交错 歌舞吹弹 花船锦簇饮酒 正是 五滴杨柳 楼头月 鸽霸桃花 扇底风 吃至日暮 先是任医官隔门去得早 西门庆送出来 任医官阴问 老夫人贵样觉好了 西门庆道 桌市服了良计 已觉好些 这两日不知怎地 又有些不自在 明日还望老先生过来看看 说必 任医官作词上马而去 落后又是倪秀才 温秀才起身 西门庆再三款留不住 送出大门 说道 荣日奉拜请教 寒家就在对门收拾一所书院 与老先生居住 连宝卷都搬来 一处放便 学生每月奉上述修 已被疏水之须 温秀才道 多成厚爱 感激不尽 倪秀才道 此事老先生崇尚斯文之雅意义 大发二秀才去了 西门庆陪课饮酒 吃至耕兰方散 四个唱的都归在月娘房内 唱与月娘 大镜子 杨姑娘众人听 西门庆还在前面留下吴大旧 应伯爵 附作饮酒 看着打发月宫酒饭吃了 先去了 其余席上家伙都收了 又吩咐从心后边拿果碟而上来 教李明 吴慧 正奉上来谈唱 拿大杯赏酒 与他吃 应伯爵道 隔今日华代设席 列位都是喜欢 李明道 今日薛爷和刘爷也费了许多赏赐 落后见贵姐 银姐又出来 美人又递了一包与他 只是薛爷比刘爷年小 快玩些 不一时 画铜儿拿上果碟而来 应伯爵看见苏油 暴罗 就先捡了一个放在口内 如干露洒心 入口而化 说道 道好吃 西门庆道 我的儿 你倒会吃 此事你六娘亲手捡的 伯爵笑道 也是我女儿孝顺之心 说道 老舅 你也请个儿 于是捡了一个 放在吴大舅口内 又叫李明 吴慧 正奉尽钱 美人捡了一个赏她 正饮酒间 伯爵向戴安道 你去后边 叫那四个小淫妇出来 我便罢了 也叫她唱个儿语老就听 再迟一回儿 便好去 今日连地酒 她只唱了两套 休要便宜了她 那戴安不动身 说道 小的叫了她了 在后边 唱语镜子和娘美听礼 便来也 伯爵道 贼小有嘴 你几时去来 还哄我 音叫王精 你去 那王精又不动 伯爵道 我使着你美都不去 等我自去吧 正说着 只闻一阵相风过 绝有笑声 四个粉头 都用汉金 而打着头出来 伯爵看见到 我的儿 谁养得你嫩怪 搭上头儿 心里要去的情 好自在兴儿 不唱个曲儿 于安美听 就指望去 好容易 连轿子钱 就是四千银子 买红苏尔米 买一袋七八斗 够你家宝子 和你一家大小吃 一个月 董娇儿道 哥儿 嫩甜一一饭 你也入了急罢了 红四儿道 这咱晚 七八有二更 放了安美去罢了 齐香儿道 安美明日还要起早 往门外送病去理 伯爵道 谁家 齐香儿道 是房檐底下 开门的那家子 伯爵道 莫不又是 王三光儿家 前日被他连累你那场事 多亏你大爹这里人情 替李贵儿说 连你也饶了 这一遭 雀儿不在那刻儿罢了 齐香儿笑骂道 怪老有嘴 汗邪了你 嫩胡说 伯爵道 你笑话我老 我半边翘 把你这四个小淫妇儿孩 不够百不理 红四儿笑道 哥儿 我看你行头不怎么好 光一味好撇 伯爵道 我那儿 到跟前看手段还钱 又道 郑家那贼小淫妇儿 吃了唐吴老作子儿 白不言语 有些出神的模样 敢记挂着那孤老儿在家里 董娇儿道 他刚才听见你说 在这里有些窃床 伯爵道 窃床不窃床 拿乐器来 每人唱一套 你美去罢 我也不留你了 西门庆道 也罢 你们两个地久 两个唱一套 与他听罢 齐香儿道 等我和月姐唱 当下 郑月儿琵琶 齐香儿谈争 坐在娇床上 歌美韵 放娇声 唱了一套 月条斗 安唇夜曲名来 董娇儿地 无大舅酒 红四儿地应 伯爵酒 在席上交杯幻展 以翠微红 正是 五回明月 坠琴楼 歌恶行云 弥楚馆 当下 久尽数寻 歌饮两套 打发四个唱的去了 西门庆海流 无大就做 又叫春红上来 唱了一套男曲 才吩咐齐同背马 拿灯笼送大舅 大舅道 姐夫不削背马 我同应二哥一路走吧 西门庆道 既如此 交齐同打灯笼送到家 无大就与伯爵起身作别 西门庆送至大门首 因和伯爵说 你明日好歹上心 约会了那干伙计来见我 批合同 我会了乔庆家 好收拾那边 房子卸货 伯爵道 歌不肖吩咐 我知道 一面作词 与无大就同行 齐同打着灯笼 无大就便问 刚才姐夫说 收拾那里房子 伯爵道 含火寄火传道 他新开个段子铺 收拾对门房子 叫我替他寻个伙计 大就道 几时开张 咱美亲朋少不得作贺作贺 须于 出大街 到了伯爵小胡同口上 吴大就要齐同 打灯笼 送你英二爹到家 伯爵不肯 说道 齐同 你送大就 我不消灯笼 进向内就是了 一面作词 分路回家 齐同便送大就去了 西门庆 打发李明等唱前去了 回后便月娘房中歇了一夜 到次日 果然伯爵领了甘出身 穿青衣走来拜见 讲说买卖之事 西门庆叫江崔本来会 乔大户 那边收拾房子 开张举事 乔大户对崔本说 将来烦一英大小事 随你庆家爹这边只顾处 不消计较 当下就和干伙计 批了合同 旧历伯爵作宝 得历十分为律 西门庆五分 乔大户三分 其余寒道国 甘出身与崔本三分均分 一面修盖土库 装画牌面 带货车到日 堆卸开张 后边又独自收拾一所书院 请将温秀才来做西宾 专修书简 回答往来是夫 每月三两书修 四十礼物不缺 又拨了话筒 而小私服侍他 西门庆家中宴客 常请过来陪饰饮酒 据不必细说 不觉过了西门庆生辰 第二日早晨 就请了任医官来看李平儿 又在对门看着收拾 杨姑娘先家去了 李贵姐 吴银儿还没家去 吴月娘买了三千银子螃蟹 五间煮了 请大镜子 李贵姐 吴银儿众人围着吃了一回 只见月娘请的留婆子来看官哥 吃了茶 李平儿就陪他往前面房里去了 留婆子说 哥儿精了 要注了奶 又留下几服药 月娘与了他三千银子 大发去了 孟玉楼 潘金莲和李贵姐 吴银儿 大姐都在花架底下 放小桌儿 铺沾条 铜模骨牌 独酒玩耍 孙雪娥吃众人 赢了七八中酒 不敢久坐 就去了 众人就拿李平儿顶缺 金莲又教吴银儿 贵姐唱了一套 当日众姊妹 饮酒至晚 月娘装了盒子 相送李贵姐 吴银儿家去了 潘金莲吃的大醉归房 因见西门庆夜间 在李平儿房里歇了一夜 早晨又请人衣冠来看他 闹在心里 知道他孩子不好 进门不想天假其变 黑影中洗了一脚狗屎 到房中叫春眉点灯来看 一双大红段子鞋 满帮子都掌污了 灯使柳梅梯树 兴眼圆征 叫春眉打着灯把脚门关了 拿大棍把那狗梅高低 只顾打 打得怪叫起来 李平儿驶过迎春来说 按娘说 哥儿才吃了老刘的药 睡着了 教五娘这边修打狗吧 潘金莲坐着 半日不言语 一面把那狗打了一回 开了门放出去 又寻起秋菊的不是来 看着那些 左野脑 右野脑 因把秋菊换至跟前说 这咱晚 这狗也该打发去了 只顾还放在这屋里做什么 是你这奴才的野汉子 你不发他出去 叫他嫩遍地撒屎 把我嫩双心邪耳 连几日才三四日耳 洗了嫩一邪帮子屎 知道我来 你也该点个灯儿出来 你如何嫩推龙装哑装哈儿的 春梅道 我头里就对他说 你趁娘不来 早为他些饭 关到后边院子里去罢 他扬打耳睁得不理我 还拿眼儿瞅着我 妇人道 可又来 贼胆大万杀的奴才 我知道你在这屋里成了把头 把这打来不做准 因叫他到跟前 瞧 洗得我这鞋上的龌龊 哄得他低头瞧 提着鞋拽巴 兜脸就是挤鞋底子 打得秋菊嘴唇都破了 只顾问着抹鞋 忙走开一边 妇人骂道 好贼奴才 你走了 叫春梅 与我踩过来跪着 取马鞭子来 把他身上衣服 与我扯去 好好教我打三十码鞭子便吧 但扭一扭而 我乱打了不算 春梅于是扯了他衣裳 妇人教春梅把他手扯住 雨点般鞭子打下来 打得这丫头 杀猪也四脚 那边官哥才合上眼儿 又惊醒了 又使了秀春来说 俺娘上父母娘 饶了秋菊霸 只怕胡醒了哥哥 那潘姥姥正歪在李坚炕上 听见打得秋菊叫 一股鹿子爬起来 在旁边劝姐 见金莲不一 落后又见李平儿 使过秀春来说 又走向前 夺他女儿手中鞭子 说道 姐姐少打他两下而半 惹得他那边姐姐说 只怕唬了哥哥 围履扭棍不打紧 倒霉地伤了紫荆树 金莲锦自心理脑 又听见他娘说了这一句 越发心中 窜上把火一般 须于 紫强了面皮 把手指一推 险些而不把潘姥姥推了一跤 便道 怪老货 你与我过 一边坐着去 不干你事 来劝什么 什么紫荆树 铝扭棍 担管外合理应 潘姥姥道 贼做死的短寿命 我怎地外合理应 我来你家讨冷饭吃 教你嫩顿摔我 金莲道 你明日夹着那老逼走 怕他家拿长锅煮吃了我 潘姥姥听见女儿这等擦塌 走到里边屋里 呜呜夜夜哭去了 随着妇人打秋菊 打够二三十码鞭子 然后又盖了石栏杆 打得皮开肉绽 才放出来 又把他脸和腮夹 都用尖纸甲掐的吸烂 李平儿在那边 只是双手握着孩子耳朵 腮边剁泪 敢怒而下敢言 西门庆在对门房子里 与伯爵 崔本 干伙计 吃了一日酒散了 竟往御楼房中歇息 到次日周守备家 请吃补生日酒 不在家 李平儿见官哥 而吃了刘婆子 要不见动静 夜间又着惊虎 一双眼只是往上吊吊的 因那日薛姑子 王姑子家去 走来对月娘说 我向房中 拿出她压背的一对银狮子来 要教薛姑子 印造佛顶新陀罗经 赶八月十五日 月庙里去舍 那薛姑子就要拿着走 被孟玉楼在旁说道 师父你且住 大娘 你还使小司教将奔司来 替他对对多少分两 就同他往经铺里 奖定个数而来 每一步经多少银子 到几时有 才好 你教薛师父去 他独自一个 怎弄得来 月娘道 你也说的是 一面使来 安儿叫了奔司来 向月娘众人做了衣 把那一对银狮子上天平队了 众四十一两五钱 月娘吩咐 同学师父往经铺印造经术去了 谭金莲随即叫孟玉楼 咱送送两位师父去 就前面看看大姐 她在屋里坐鞋里 两个斜着手而往前边来 奔司同学姑子 王姑子去了 金莲与玉楼走出大厅东厢房门守 见大姐正在檐下那鞋 金莲拿起来看 却是杀绿路愁斜面 玉楼道 大姐 你不要这红锁线子 爽立着蓝头线耳 好不老做些 你明日还要大红蹄根子 大姐道 我有一双是大红蹄根子的 这个 我心里要蓝蹄根子 所以是大红线锁口 金莲瞧了一回 三个都在厅台机上坐的 玉楼问大姐 你女婿在屋里不在 大姐道 她不知哪里吃了两盅酒 在屋里睡里 孟玉楼便向金莲道 刚才若不是我在旁边说着 李大姐嫩哈账行货 就要把银子交姑子拿了印经去 经也印不成 每脚蟹形货子 藏在那大人家 你哪里寻他去 早是我说 叫江奔四来 捅他去了 金莲道 那有钱的姐姐 不赚他鞋儿是傻子 只向牛身上拔一根毛耳 你孩儿若没命 修说射精 随你把万里江山舍了也成不得 如今这屋里 只许人放火 不许暗眉点灯 大姐听着 也不是别人 天然的白儿不上色 天塌会那等轻狂使事 大清早晨 雕瞪着汉子请太医看 他乱他的 暗眉又不管 美常在人前 会那等撇清而说话 我心里不耐烦 他爹要便进我屋里推看孩子 辞着和我睡 谁耐烦 教我就窜多往别人屋里去了 暗眉自嫩好罢了 背得还嚼说暗门 那大姐姐偏听她一面词耳 不是暗眉争这个事 怎么昨日 汉子不进你屋里去 你使丫头 在脚门子守教进屋里 推看孩子 你便吃药 一静把汉子做成和无银儿睡了一夜 一静显你那乖诀 叫汉子喜欢你 那大姐姐就没得话说了 昨日晚夕 人进屋里洗了一脚狗屎 打丫头赶狗 也撑起来 使丫头过来说 呼了她孩子了 俺娘那老货 又不知道 走来劝什么的 铝扭棍伤了紫荆树 我恼她那等轻声浪气 叫我蹲了她两句 她今日使姓子家去了 去了吧 叫我说 她家有你这样穷亲戚也不多 没你也不少 玉楼笑道 你这个没殉教的子孙 你一个亲娘母儿 你这等哄她 金莲道 不是这等说 恼人的肠子 担管黄猫黑尾 外合理应 只替人说话 吃人家晚半 被人家使唤 得不得人家一个甜头儿 千也说好 万也说好 想着迎头儿养了这个孩子 把汉子调缩的生根也是的 把他便服得正正儿的 把人恨不得 洗到你里头还洗 今日嫩得天爷有眼 你的孩儿也生出病来了 正说着 只见奔寺往京铺里交回银子 来回月娘化 看见玉楼 金莲和大姐都在厅台机上坐的 只顾在一门外立着 不敢进来 莱安走来说道 娘美闪闪 奔寺来了 金莲道 怪求根子 你叫他进去 不是才乍见他来 莱安儿说了 奔寺低着头 一直后边见月娘 李平儿 说道 银子四十一两五钱 眼瞳两个师父 交付与狄精而加收了 讲定印造灵壳 陀罗五百步 每步五分 卷壳经一千步 每步三分 供该五十五两银子 除收过四十一两五钱 还找与他十三两五钱 准在十四日早台经来 李平儿连忙向房里取出一个银箱求来 叫奔寺上天平队了 十五两 李平儿道 你拿了去 除找与他 别的你收着 换下些钱 到十五日庙上设经 与你们做盘缠就是了 省得又来问我要 奔寺于是拿了香球出来 李平儿道 四哥 多累你 奔寺躬着身说道 小人不敢 走到前边 金莲 御楼 又叫住问他 银子交付与精铺了 奔寺道 已交付明白 供一千五百步精 供该五十五两银子 除收过四十一两五钱 刚才六娘又与了这件银香球 御楼 金莲瞧了瞧 没言语 奔寺便回家去了 御楼向金莲说道 李大姐像这等都枉费了钱 她若是你的儿女 就是狼头也装不死 她若不是你儿女 莫说舍经造像 随你怎地 也留不住她 信这姑子 什么简而干不出来 两个说了一回 都立起来 金莲道 咱没往前边大门手走走去 一问大姐 你去不去 大姐道 我不去 潘金莲便拉着御楼首儿 两个同来到大门离首站立 一问平安儿 对门房子都收拾了 平安道 这咱里 昨日爹看着就都打扫干净了 后边楼上堆货 昨日叫阴阳来破土 楼底下还要装箱房三间 土库割段子 门面打开 一溜三间都交七将装心油漆 再出月开张 御楼又问 那写书的温秀才 家小搬过来了不成 平安道 从昨日就过来了 金早爹吩咐 把后边那一张梁床拆了与他 又搬了两张桌子 四张椅子与他坐 金莲道 你没见他老婆怎地模样儿 平安道 黑影子坐着轿子来 谁看见他来 正说着 只见远远一个老头儿 四郎郎摇着金龟叶过来 潘金莲便道 墨镜子的过来了 叫平安儿 你叫住他 于安美摸摸镜子 我的镜子这两日都使得昏了 吩咐你这球根子 看着过来再不叫 安美出来站了多大回 怎地就有墨镜子的过来了 那平安一面叫住摩镜老儿 放下丹儿 金莲便问 玉楼道 你要摩 都交小丝带出来 一打耳里摩了吧 于是使来安儿 你去我屋里 问你春梅姐 讨我的照脸大镜子 两面小镜子儿 就把那大四方穿衣镜也带出来 叫他好生摩摩 玉楼吩咐来安 你到我屋里 娇兰香也把我的镜子拿出来 那来安儿去不多时 两只手提着大小八面镜鱼 怀里又抱着四方穿衣镜出来 金莲道 臭小球儿 你拿不了 做两遭而拿 如何嫩拿出来 一时叮当了我这镜子怎了 玉楼道 我没见你这面大镜子 是哪里的 金莲道 是人家当的 我爱它且是亮 安在屋里 早晚照照 因问 我的镜子 只三面 玉楼道 我大小只两面 金莲道 这两面是谁的 来安道 这两面是春梅姐的 烧出来 也叫磨磨 金莲道 贼小肉儿 他放着他的镜子不使 成日 只窝着我的镜子照 弄得嫩昏昏的 供大小八面镜鱼 交父与魔镜老索 教他磨 当下伴在座架上 使了水银 那销炖饭之间 都静默地耀眼争光 妇人拿在手内 对照花容 犹如一汪秋水相似 有失为证 莲鳄花 共照林 风吹影动 闭沉沉 一池秋水 芙蓉县 好似横额 傍月音 妇人看了 就妇雨来 安而收进去 芋楼便令平安 问铺子里付火机 柜上要五十文钱 与魔镜的 那老子一手接了钱 只顾立着不去 芋楼交平安 问那老子 你怎地不去 敢嫌钱少 那老子不觉眼中 扑速速流下泪来 哭了 平安道 俺当家的奶奶 问你怎地烦恼 老子道 不瞒哥哥说 老汉今年 痴长六十一岁 在钱丢下个儿子 二十二岁 尚未娶妻 专一浪游 不干生理 老汉日逐出来 挣钱养活他 他又不守本分 常与街上 导子耍钱 昨日惹了祸 铜栓到守备府中 当土贼打回二十大棍 归来把妈妈的裙袄 都去当了 妈妈变弃了一场病 打了寒 睡在炕上半个月 老汉说他两句 他便走出来不往家去 教老汉逐日抓寻他 不着个下落 但要赌气不寻他 老汉嫩大年纪 只生他一个儿子 往后无人送老 有他在家 见他不成人 又要惹气 似这等 乃老汉的业障 有这等妇屈嫌渊 各处告诉 所以泪出痛肠 御楼叫平阿尔 你问他 你之后娶婆儿 今年多大年纪了 老子道 他今年五十五岁了 男女花儿没有 如今打了韩才好些 只是没疆养的 心中想快腊肉而吃 老汉在街上嫩问了两三日 百讨不出快腊肉而来 甚可接探人子 御楼道 不达紧触 我屋里抽屉内有快腊肉而理 吉令来阿尔 你去对兰香说 还有两个饼钉 叫他拿与你来 金莲叫 那老头子 问你家妈妈儿吃小米儿粥不吃 老汉子道 怎地不吃 哪里有 可知好理 金莲也叫过来阿尔来 你对春梅说 把昨日你姥姥烧来的 新小米儿粮二生 就拿两根酱瓜儿出来 与他妈妈儿吃 那来安去不多时 拿出半腿腊肉 两个饼钉 二生小米 两个酱瓜儿 叫道 老头子过来 造化了你 你家妈妈子不是害病想吃 只怕害孩子坐月子 想定心汤吃 那老子连忙双手接了 安放在蛋内 望着玉楼 金莲唱了个诺 扬长挑着大耳 摇着金龟叶去了 平安道 二位娘不该 与他这许多东西 被这老油嘴射质框的去了 他妈妈子是个媒人 昨日打着街上走过去不是 几时在家不好来 金莲道 贼求 你早不说做什么来 平安道 罢了 也是他造化 可可二位娘出来 看见叫住他 照顾了他这些东西去了 正是 闲来无事 以门楣 恰见经规 一老来 不读纤维 能记物 无缘滴水 也难为 金平梅 第58回 潘金莲 打狗商人 梦玉楼 周平魔镜 优兔笑谈 感谢您的观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